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次课程主要学习的目标有 第一 了解静位技术的思想 第二 掌握二进制的概念 第三 掌握二进制数与十进制数的转换 第四 掌握二进制数与八进制数据 以及十六进制数据的转换 课程的重点 难点在于 二进制数与十进制数的转换 在数字中有三个基本的概念 数码 基数和位权 让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 数码 是指一个数字中表示 基本数值大小不同的数字符号 例如 在十进制中有十个数码 0 1 2 3 4 5 6 7 8 9 在二进制数据当中有两个数码 0 1 基数 基数是指一个数值所使用的数码的个数 例如 十进制中基数为10 二进制中的基数为2 位权 位权是指一个数值中某一位上的1 所试的数值的大小 例如 十进制的123 1 的位权是10的平方 2 的位权是10的一次方 3 的位权是10的零次方 10进制数据当中采用 0 1 2 3 4 5 6 7 8 9 这十个数字来表示数据 逢十向0高位近1 每一位的位权都是以10为底的指数函数 有小数点向左 各数位的位权 意思是10的零次方 10的零次方 10的二次方 10的三次方 等等等等 有小数点向右 则各位数的位权 意思为10的负一次方 10的负二次方 10的负三次方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进制它的一些特点 10进制数据的特点有 第一 有十个数码 0到9 第二 它的基数为10 第三 逢十进一 在加法运算当中 介一当时在减法运算当中 那么它按全展开的方式 来进行操作 了解完十进制 让我们一起再了解一下 二进制数据 它的特点 第一 有两个数码 0和1 第二 它的基数为2 第三 它逢二进一 在加法运算当中 介一当二 在减法运算当中 第四呢 它仍然是按照全的方式进行展开 了解完二进制之后 让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八进制数据的特点 八进制数据有八个数码 0 1 2 3 4 5 6 7 那么它的基数为8 逢八进一 在加法运算当中 介一当八 在减法运算当中 同理它仍然是按全的方式进行展开的 了解完八进制之后 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十六进制数据的特点 十六进制数据 它就有十六个数码了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它的基数为16 逢十六进一 在加法运算当中 介一当十六 在减法运算当中 仍然是按全的方式进行展开 那么在数字转换中 通常在数字后面加字母 D B O H 分别表示 该数是十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D B O H的含义分别是 Decimer Banary Octo 还有Hex Decimer 通常采用 按位展开 按全相成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数字之间的进行转换了 我们来学习 第一种 进制转换 十进制转换为 非十进制 主要由十进制转换为 二进制 十进制转换为 八进制 十进制转换到 十六进制 转换的过程当中 采用的方法 通常是 整数部分 除击取余 小数部分 沉积 曲整 十进制转换 二进制为例 为大家进行讲解 十进制数据 转换为二进制数据 通常采用 除二取余法 伤为零指 倒序排列 如我们PPT当中 57转换为 二进制数据 那么它最终得到的结果是 111001 如果十进制小数 转换为二进制 又应该怎么进行呢 它采用的方法是 乘以二 顺向取整法 即把给定的十进制小数 不断乘以二 把乘机的整数部分作为二进制小数的最高位 然后把乘机小数部分再乘以二 取乘机的整数部分 得到二进制小数的第二位 如此不断重复 得到二进制小数的其他位数 那对于一个既有整数又有小数部分的十进制数据 只要分别把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转换为二进制 然后用小数点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非十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主要有二进制 八进制和十六进制 转换为十进制的方法 那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较为简单 整数部分按照位全展开 从右到左 一次是二的一次方 二的二次方 二的三次方 逐次递次递次递次 小数部分从右到左 分别是二的负一次方 负二次方 逐次递减 那八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和二进制较为类似 整数部分按照位全展开 从右到左 一次是八的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逐次递次递增 小数部分从右到左 分别是八的负一次方 负二次方 逐次递减 这就完成了八进制数据 到十进制数据的转换 那同理 十六进制数据 转换为十进制的方法 也与二进制转换类似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整数部分按照位全展开 从右到左 一次是十六的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逐次递增 小数部分 从右到左 分别是十六的负一次方 负二次方 逐次递减 这就是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的方法 那么在我们课堂上 我们已经讲解了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的方法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如何用二进制转换为八进制再转换为十六进制呢 其实它的转换方法有很多 那么我们在课堂上简单给同学们提一下 剩下的方法需要同学们下来一块进行思考 二进制它的三位连在一起转换为十进制呢 就可以表示为八进制当中的一位 而二进制的四位呢 联合在一起转换成一个十进制呢 它就是表示了十六进制当中的一位 这就是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方法 同理八进制转十六进制的方法也类似 希望同学们下来仔细的想一想看一看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